哎,爸,游鱼好好吃啊 好吃就吃呗,再多吃点啊 哎,爸,你有没有什么后悔的事啊 后悔 对啊,比如说,有没有什么还没有做到的事情啊 或者什么错过的事情啊 怎么这么晚 有好奇呗,没有吗 没有啊 有啥后悔了 跟你讲啊 上大学的时候 咋是有一件后悔的事情 校园的房旁边有一个特别好吃的饺子店 有一天,放学了,我们又去了 那脚子刚刚端上,隔壁就有人大喊 隔壁着大火了 把我们给吓了,当时我也特别紧张 把筷子一扔就跑出去了 跑出去了,我还挺开心 我庆幸 我救了我自己 然后结果你才怎么着呢 我一看周围 个个都端着饺子出去的 还在吃 你说我笨不笨 我就把那个饺子落在里面 哎呀,真的是 那个厂大火蒸到 后来把整个饺子店给烧没 再也吃不到 那个饺子 太可惜了 那就是你最后悔的事 再也没吃到 太可惜了 爸,我以为你会说有关人生选择了 或者事业的事情之类的 哪有那么大的事情 就这个吃的饺子 我觉得 太让我觉得可惜了 有那么好吃吗 我到现在也没有找到 那个那么好吃的饺子 到现在都没找到 没有 妈,你会后悔移民到这儿吗 你今天没什么毛密码 怎么 一个接一个的 我很想叫你 我是好奇 是你自己决定在这儿 然后妈妈在台湾的吗 你也知道当时你妈妈 有个她特别喜欢的工作 你说飞行员 多酷啊 是吧 她也不想放弃 最重要的是 她也做得比我多 唉 呃,我们还有呢 就有 没有觉得移民有那么简单 所以也就 没怎么打算 后来呢 还是因为你妈有个朋友 我们又提了一下 后来我们就 我们就 呃,后来我们就说再试一下 结果一试 成功了 那我们就来了 嗯,爸 爸,你真的想要移民到这儿吗 想啊 我想 不想 至少 可能是一次 多一次机会嘛 吃 吃,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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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来